有蜈蚣 马黄 鼻涕虫 还有白蚁 就是蜈蚣跟鼻涕虫主要分布在客厅以及我们的客房 然后鼻涕虫就是厨房特别多 一到晚上就大概洗过碗之后 就有点潮湿嘛 它就全部出来了 2019年3月份 何先生在杭州德胜新村租了房子 位置在一楼 是跟房东签的合同 合约期五年 租金每月3350块钱 年付 押金3500块钱 何先生说 住进去一个星期 他们就发现房子里有不少虫子 有一天晚上我看床头就爬出来了一个武功 然后我都吓死了 就从那个地板缝里面爬出来的 就感觉 而且有小孩也怕被小孩咬 就把小孩咬了一样 一次我们在吃泡面的时候 就是从天花板上直接掉下了一个 掉到碗里面去 何先生说 他给家里和一楼外墙都喷过灭虫药 但虫子依旧不断出现 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他就和房东协商 把租期从五年缩短为一年 聊天记录中 房东杨先生说 没事的 买卖租赁就跟生意是一样的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现在你们不舒服了 我们也会觉得抱歉 没事的 原本是要到3月5号的 然后就是因为疫情没有赶回来 就中途跟他协商过 就等于容我们再续租一个月 去有个空闲时间去找房子 当时他也同意的 然后他就说你不行先交一个季度的 然后说那也行 如果我就是说租了一个月 剩下的两个月到时候退还给我 他也同意的 何先生说 后来不到一个月 他们就找到其他房子搬了出去 之后联系房东杨先生 对方只退还了3500块钱押金 还有两个月的房租没有给他 并且房东还说是何先生这边违约了 那当时他要搬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我也没讲那么多 那本来他要搬 按照我的想法想起来 肯定是挺简单的 那一个月的违约金 那肯定是要收的 如果按照您这么说的话 那就意味着是您不同意的情况下 他硬要搬走 那这个他是属于违约的 但是不是双方协商好的吗 我当时要他去租的时候 我甚至跟他说了 我不跟我老婆说了 那我只是我个人借你一点钱 你每个月借你100块钱 然后你搞一下卫生 你叫个阿姨 你上下虫的也够了呀 他们是非得要搬 那你说非得要搬 那我怎么阻止 我阻止有用吗 何先生觉得 搬家是因为房子里有虫子 是房子的问题 而且房东当时是同意的 所以自己并没有违约 何先生还说 房子在他搬离后两个星期左右 又重新租了出去 如果房东觉得有损失 这两个星期的房租 他可以支付 但房东杨先生表示 何先生的做法 还给他带来了其他损失 因为他的搬离 我又出了一笔中介费用 那这笔费用 是不是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呢 如果他们不搬 这笔费用是不会产生的 起码那是五年以后的事情吧 我按照他的说法 那也OK 半个月的房租 加上半个月的中介费用 由他们承担 我到三千五百 退给他们三千五百块钱 到这已经停了 对房东的方案 何先生在考虑之后表示 决定走法律途径来解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